YowO 新朋友、舊朋友大家好,我是奧斯卡 蔡馬良終於是幾日前推出了《繁中台版》 這遊戲一推出,理所當然有一班騎馬斯 不是,一班練馬斯就就瘋狂出閘了 這款遊戲立即變成了成中熱話 老實說,作為一個完全沒有接觸過日版的我 相信大家應該都會遇到同一個問題同一個情況 就是這個遊戲到底玩的甚麼呢? 好了,作為專業玩家 當然馬上花時間上網看看攻略究竟他是玩甚麼 好了,看完之後我都不知道玩甚麼 這樣也沒辦法,因為這款遊戲不跟市面上一些RPG打打殺殺練功過關的遊戲 所以如果事前沒玩過的話,這款遊戲就好像一個新世界 入遊戲之後,除了看女女之後,基本上完全不知道我在做甚麼 剛剛開始玩這個遊戲的時候,我們主要是玩一個理解為類似主線練功,即是 URA 杯練馬 問題是玩的時候,不停會發生目標失敗,直到大家很想棄坑 所以最後我請教了一些日版的朋友,給了一番詳盡的講解給我 但我有聽沒有懂的情況下,我總算在這個無課情況通關了幾隻 URA 的訓練 成功練出了幾隻 B 馬 我知道很多大哥覺得沒甚麼 但我相信如果新秀入坑,這個通關完成目標簡單的夢想 都製現了不少 E 級老婆 不是 E 級,是 E 級 總之我就得出了幾個結論 第一就是這款遊戲玩甚麼 這遊戲大概前期就是分為兩個部分給大家做的 練馬和把練好的馬拿來打PV 你不要小看這兩件事 這兩件事已經可以救你一天拿著手機24小時不停地暗暗 在練馬方面,我自己通關了 URA 訓練那一刻 真的好像爆了機一樣 但原來我發現只是開始 這遊戲所謂的練馬其實是透過不停地練不同的馬 然後將你每隻練出來的馬都會有不同的恩子 換一個簡單的方法就是人類的天賦才能 就是用兩隻養出來的馬去養一隻新的馬 而這隻新的馬就會遺傳到那兩隻爸爸媽媽的才能 而這個才能強與弱全靠運氣 所謂這個就是賊恩子 而這個遺傳不單是遺傳爸爸媽媽 還會隔代遺傳給爸爸媽媽的爸爸媽媽 好,大家看到這裡就知道可想而知的機率是多麼奇妙 這款遊戲沒有改錯名字 叫賽馬糧,一切都是靠賽的 所以最終面好的馬就拿去打PVP 大概現在好理解的感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第二,完成訓練目標暗法真的很難 沒錯,這款遊戲完成訓練目標真的很困難 我這個簡單給大家一個不用勞的功力 你想Google打圖馬流 這個是一款養法 意思就是培養的時候全部練習速度和刺力 有餘力的時候就打比賽 這種方法一個字就是穩 對新手的好處就是一個字正 這樣練習未必是最好 但對於我個人感受就是 可以透過這個方法保持對遊戲的熱情 畢竟一直目標失敗 我真的很想丟手機 第三,這一款是一款真老婆鏡 這款遊戲的角色抽回來之後 基本上如果你心頭不太大 其實已經可以了 沒錯,這款遊戲其實也存在抽到幾隻角色回來突破的系統 但浴城其實主要看你的支援卡 也就是這款遊戲的裝備卡 這個真的要抽的 不過不要緊,我用官方送的石 其實都可以通關到這個URA杯 只要有恆心 相信鐵柱大概都可以幫你磨幾mm 這個遊戲複雜性真的很複雜 玩起來真的很乾 但老婆的玩起來就是養眼 加上換角度的輕鬆玩法 每次浴城都會有不同因子的出現 感覺就像抽獎一樣 可以保持各位練馬師的激情 所以我就決定小火移情 值得入坑 好了,今集就是我這兩天玩這個遊戲的玩 我再組合了一些首抽推薦的網站 以及我個人覺得比較靠破功能 這遊戲真的不是一款大家的手遊遊戲 我就不在這裡無聊玩四條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最後希望如果有意入坑蔡馬良的朋友 如果你剛剛入坑 或者你準備入坑 看到這條影片之後 你就會知道 不是只有你一個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大家都會這樣 會過去的,大家一起加油 今集的影片就到此為止 記得Like、Subscribe和Share DC群開了一個分區關於蔡馬良 歡迎港澳台的玩家加入一起討論 希望一些資深練馬師可以來教一些萌生 我是斯卡,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拜拜!